首先 双方同意按照两国元首通话精神 保持对话沟通 开展互利合作 防止误解误判 避免冲突对抗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双方都希望继续这种高层战略沟通 其次 中方在涉及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问题上 阐明了坚定立场 相信美方对此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中方向美方明确指出 主权和领土完整是重大原则问题 美方不要低估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 不要低估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和正当权益的意志 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特别是要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美方重申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我想强调中方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态度 是明确一贯的 中方致力于同美方实现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同时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希望美方也能相向而行 特别是要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在此基础上 中方对中美继续对话 大门始终是敞开的